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生频道 刚刚上午和周周凯平台连线了 就叫视频采访 第一次,我第一次接受视频采访 所以说一下子说的话好像杀不住 我这人一说话就容易说多 心里想啥呢,说啥 现在的话,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比如说下午,下午4点,16点 也就是北京台北就那一块 是早上8点我要直播 就今天的直播来讲一讲 在美国啊,我所看到的美国 我是一个普通人嘛 我不是什么人啊 我什么人都不是 我就是普通人 我和你一样 一开始也是来旅游看看 什么人都不知道 我也不是什么天才啊 有一帮人,有一些人说什么我 哎,勇敢 我去 是被迫勇敢 被迫的 被迫的 对,还有好多朋友 最近呢,说想支持我 想帮助我 我也注册了一个 PayPal 到时候我会放在下面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多多帮助 对,有人说我是想搞什么 活动啊 我暂时不太想啊 暂时不太想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希望 我可能跟 成千上万 或者说千万的普通人一样 尤其是亿万的普通人一样 尤其是中国 大陆的 因为他们有墙吗 有翻墙吗 没有办法了解外面的世界吗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用我普通人的视角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 比如说美国 而且我的角度就是一般的 普通的 不是说什么高端的 什么有钱人 或者说知识分子 还是什么社会精英 不是啊 因为不同的人 他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嘛 我这个角度就是最普通的 最普通 没有办法 形容的普通 我记得上一次直播有人问我说 诺杉矶房价是什么呀 说实在我还没关注这诺杉矶房价 因为诺杉矶六七十万美元 一百万两百万都有 我也没关注这个 因为我关心这个吧 我也不买房 我也没钱买房 我关注这个干嘛 我关注的是那个菜价 不是超市里面 汉堡的价格 面包的价格 牛奶的价格 我是关注这个 还有水的价格 那一瓶水 四六 二十四 二十四瓶 五块钱 二十四瓶了 五块钱 二十四瓶还 五七五六三十 五六三十 五六三十 三十瓶吧 我买了一杂应该三十瓶 五美元左右 五美元 花费 一个月四十 一个月四十美元 无限流量 无限 电话 无限发短信 当然是在说 是在那个叫 美国本国境内 打国内电话 不是打国外 不是说从 从美国打到 什么澳大利亚 打到日本 那不行 这是国内 牛奶 面包 热狗 昨天的话 还吃了一点福州的 福州的中餐馆 中菜 因为中餐嘛 我来这中餐 感觉一下 不是说 中餐馆 它也分为好多个地方菜 福建那个中餐 我吃的话 福建菜 不叫福 就叫福州菜 我还真没吃过 没吃过 蛮好吃的 特别好吃 尤其是吃了那个猪肉 猪肉还跟那个 基本上那个菜都是猪肉 烧了 还加一点油啊 什么 那个肉真好吃 好吃 我今天这个直播呢 主要像大家 可能没有在美国 就是墙内的观众啊 包括台湾 还有没有生活过的嘛 可能没有来到美国 说美国什么样啊 我也想这个 有这个 既然有这个平台了 有了这个 YouTube平台直播 大家可以来问我问题 然后我解答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嘛 如果是太高端的问题 我也不太懂 你说突然问我 洛杉矶房价哪里最贵啊 我现在一想 我也不知道哪里最贵 听说比佛利三嘛 现在这两天 不是加州的三伙 烧了一个叫马布里 马 马布里那个地方 在海边 马里布还马布里的 我不太搞 没搞懂 没搞懂 那个那里嘎嘎 豪宅都给烧了 那边都是豪宅 那边真的是 那边都是一千多万 两千多万的豪宅 美元啊 我的天啊 这么好的就给烧了 太可惜了 有钱人不是喜欢住在山上吗 那是山火 哎 别墅啊 这么好 太可惜了 这边的华人 这早我所观察的 华人的话 不是都讲普通话 不是都讲普通话 有讲广东话 广东话我能听出来 但是听不懂 还有人讲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话 我也不知道它是中国什么地方的方言 我能听出来哪些话呢 上海话 东北话 就北方的基本上都能听出来 包括四川 口音 湖南呢 我也能听出来 呃 然后广东那边的口音 还有台湾的口音 我也能听出来 香港也能 别的地方我是听不出来了 因为中国这方言太多了 分不清 我来这华人去 你在那华人去 一看好多人 什么地方人都有 也不知道讲了什么方言 这也真不知道 而且我感觉这边老年人比较多 给我的印象 养老的 年轻人倒是 比较少 但越往老年人 比较多 可能是子女移民了 然后呢 把那个父母接到美国了 就来讲老吧 美国这边又有福利 再次说一下 今天下午四点钟 呃 北京台北那边是八点 下午四点 北京台北是早上八点 直播闲聊啊 闲聊 讲讲我所看到的美国 就是我这个普通人 所看到的美国 如果你想关注我推特的话 推特也可以 我会 推特我会提前通知的 第一次接受那个周坎坎 那个频道的采访 不不不 叫周周坎 周周坎频道的采访 还有点小激动 因为毕竟第一次嘛 我也不知道 结果会 就最终的效果会是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上午刚刚采访过 视频采访 很期待啊 很期待啊 这就是我的视频日记了吧 11月12号 视频日记 11月12号 现在是11月12号了 这么快 是我诺杉矶当地时间吗 哦 是当地时间 我以为是美国 中国时间 大家 来美国也一个月了 满一个月了 我时常在想啊 美国这个天真的是 太难了 还有人说诺杉矶是美国天气最差的 我一看这天 太难了 没办法想象 这资本主义的天 为啥就比这社会主义的天难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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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